好了 接着我们就要令到刚才的Picker 功能了它 即是我们选择完之后 它会转换首歌 这个要留意了 其实这三行我们一开播 Will DeLoad的时候硬碰了这个Music的名字 当然就改不了了 所以要留意了 改了就要一次改了三个 当然你改了这个名字 它再重新倒进去 它就倒进去 那个file就变成另一个file 只要我们一会用replace.replace 给另一个file的时候 它就可以转换首歌 这一点就要首先留意了 如果我们一会将要用另一个function 在下面开一个新的function detect我改了东西的时候 call这个player replace file 现在这个player就replace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layer 是在这个Will DeLoad的里面出现 所以呢 这个player 在这个led player 就只在这个Will DeLoad里面才看到的player 其他的function是看不到的 我们第一个step就是要把player开在外面 还有今次不要用led了 因为我们是会把player改的 所以就要挖个player 然后告诉他他是AKAudioPlayer 加一个感叹号就可以了 用没有好的 这里要 可以吗 那么 宣告了这个player在外面之后呢 那这里就不用再led了 就直接跟他说player是等于什么什么 那这个player呢 现在也就是等于这个 那你见到呢 他都没有压力我们了 那我们转一转来看看 看一下首歌是不是play得到先 是的话呢 我们先做下去 那你见到啦 他可以play得到呢 那就是证明呢 我们把player移出一层呢 都没有问题的了 那不过呢 那player呢 就必须要跟他说的音乐呢 是会不停播放的 那这个我也漏了 那就加回就可以了 player.looping呢 是必须要等于true的 如果不是呢 他在play的时候 你转歌呢 因为你没有looping 他有机会就 不会play下一首歌的了 因为他play了就算的嘛 那你stop了他的话 那他就不再play了 那所以一定要加回这个 可以吗 looping等于true 那这个位置加在哪里都可以了 总之在start之前 改就可以了 好了 那完成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加多一个新的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呢 是很容易的 就是呢 叫deselectrole deselect 你就立即走出来的了 看到吗 一按enter就整个走出来 这个deselectrole的function呢 是什么时候会run的呢 这个function平时不会走的 就是当你一改东西 改那个picker 转到第二个item的时候呢 他就run一次了 那所以他就叫deselectrole了 好了 那你说当我deselectrole的时候 就是要做些什么呢 其实呢 要做的事情呢 就和我们第一次开这个app 这个呢 是很接近的 那所以呢 我就将这个呢 整段copy它 然后呢 整段place进去这个位 不过呢 有一些呢 就不用要的 那举个例子 用不需要再把file 放入player呢 不用的了 因为我们会用replacefile 嘛 那个player已经在play中了 player looping set了 不用再set output set了 不用再set start audio kit start了不用再start player start了也不用再start 所以这一堆可以先扔掉它 暂时 然后呢 就这里你没理由硬砍 那个file名的嘛 因为你硬砍的话呢 就会每次都是play这首歌的了 那所以呢 那这里呢 就要换做music的array了 当然了 就和上面这里一样了 我们打一个role字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当你deselectrole的时候 它就会return一个role 给你拿来用的 这个role呢 如果当你移动那个menu 选择第一件 它就会将role等于0 交给你了 如果它选择选择选择 选择选择选择 选择选择选择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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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music这个array 去决定给这四个名字 哪个名字 这样就可以了 extension 因为个个都叫m4a 所以是没有问题 不用改的了 好了 完成了这一行之后呢 这两行继续做呢 最后这个file呢 就是新选择那个file的名字 即是UR 你就可以在这里加了 就是play 本身在play第一首歌的嘛 是吧 就叫它replacefile 就把上面这个file 等到这里 叫它replace 那就搞定了 不过 去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就 我们的error message 如果这里replace不到 或者file做不到 这个都要try的 那如果呢 这两个try的时候呢 有失败的话呢 那你这里呢 应该就是 改回message 叫 cannot replace file 这样就合和出一点了 好了 做好了之后呢 现在应该我们呢 转个app的时候 改个picker呢 它就会运作到的了 因为我们加了这个function 一改完 就会走里面的东西了 那就转来看看 那我不说话了 我就在这里 动一下动一下 让你听得清楚一点 试试转歌吧 好了 这一部分呢 我们又完成了 跟着呢 我们试试可以加一些effects 给它